好 今天我們來到東京大田市場 我們來看整個蘇果的拍賣傾斜 那很難得我們來到我們的花卉市場 那到花卉市場的話 也看到我們從雲林縣來的陽極梗 那陽極梗在日本在這段時間 一到三月他們其實是缺貨的 剛好剛好我們臺灣的雲林縣護衛鎮 所生產的陽極梗來到這裡 剛好補充它的貨源 但是基本上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能夠用計畫性的生產 讓我們雖然是量夠 但是我們價是高的 不要說因為這個時候他們是空窗期 我們就大量的摘種 造成我們的貨源太足了 以至於價格沒有辦法那麼好 那當然相對的 包括所有的這些農產品也是一樣 包括我們的香蕉 還有我們其他的這些蘇果 來到日本 我們都是希望打出一個臺灣品牌 雲林良品的一個品牌 讓所有日本人他的印象就是 來到臺灣的所有的蔬菜水果 包括花卉 他的價格是高的 是有一定的量 我想這個在他們的腦筋裡面 就是臺灣就是一個非常好優質的 蔬果的一個輸出國 那他們對臺灣的一個 農產品的一個定位 一個價格呢 就會有一個定位 不過要說今天量多了以後 價格不好 那這樣子的話 會造成我們血本無歸 所以甚至你量太多的話 這樣造成農民的一個損失 事實上在市場上 我們是非常非常不捨的 所以我想計畫性的生產 跟氣座的氣銷 跟未來有規劃性的 跟農民的一個氣座呢 是我們應該要做一個長遠的規劃 這樣在整個的國際的市場裡面 我們有一定的一個定位 甚至我們價格品牌呢 會受到一個消費者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認同 這是我們這一次來到大田市場 我們看了這個 全部日本最大的一個集散地 他的整個拍賣 跟包括他的空氣 完全是非常清新的 因為完全裡面都是電動車 還有這個瓦斯車 沒有所謂的這個柴油車 沒有排放出很污染空氣的這些 這些PF2點